佛子天地游记 第二册 下篇 地狱见闻与地府听神 四 由地藏王圣殿 阎王殿听神为怨协影打台 跳楼青生女罪灵 问 2018年12月14日 弟子当晚于梦中入睡时 魂体被阵阵金光带入天界 云雾缭绕中 来到一处道场 道场门前匾额 写着地藏王圣殿 弟子经过护法天神 示意飞入庙中 穿过七彩楼阁 到达殿中央 地藏王菩萨和南无斗战胜佛 正在商议法务 弟子向两位佛菩萨和时 请礼礼于一旁等候 地藏王菩萨 德文童子广由地府 本座问你 世间众生无名造孽 孽由何来 又如何处置 弟子回答 聂由兴起 万事万物 由心所生 再到身口亦造业 众生痴迷于恶事之相 唯心不动 不被相所谜 自心不随净声 聂自消除 地藏王 菩萨告诉弟子 我地藏本愿经乃我大愿所成 修习心灵法门的佛弟子 应当好好用佛教经典组合 小房子 超度亡灵 观世音菩萨大悲愿力 能解脱六道众生诸恶苦 此后地府所有听甚案 我法身一时 会陪同同子 一起下去地府 说完 弟子和地藏王菩萨 飞入地府通道 天上的地藏王圣殿 有通道直通明界 到达阎望殿 大阎望爷和小阎望爷 见地藏王菩萨圣驾 立刻起身恭迎圣驾 弟子像往常一样 和朱阎望爷何时请安后 立于一旁听神 大阎望爷 XXX 自己说吧 地藏王菩萨在此 不得望语 不得造次 否则本王让你返回地狱 继续接受惩戒 大阎望爷告诉弟子 凡明界诸大小阎望爷 无法处理的重大事物 皆要问询地藏王菩萨 得菩萨旨意 方能查办处理 地藏王菩萨 是掌管明界的佛菩萨 和观世音菩萨 以及释迦牟尼佛同为 缩婆三圣 此三圣常在明界 显现不同法身形象 围下三恶道 有缘众生说法 救不他们 最灵爱 我叫XXX 是XX是X4 我妈妈因为我的精神忧郁症 而学习心灵法门 当时是X一度我妈妈说 心灵法门 能救你女儿 我妈妈为我的病 折腾很多年 听到法门神起后 立刻念经 妈妈学佛后 很精进念经 给我的药经者 念了很多小房子 我慢慢就不吃药了 被妈妈影响 我也开始学佛念经 念小房子 看白化佛法 妈妈请师父 看过图腾 说我脑上 有个大灵性 是个动物 我们家 确实有沙叶 祖上打猎 我曾经跟着妈妈 去看师父 师父直言说 我心性高傲 要我不要贪慕虚荣 以后会在感情上栽根头 以后出去红法 必须听妈妈话 不能和男子过于靠近 否则会吃亏 我虽然心里不甚欢喜 因为我性格喜欢向外跑 但是也答应师父会听话 我后悔 我不把师父话当一回事 在红法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男生 他加我联络号 常常假借谈佛法心得 和我私下来往 妈妈知道后劝我 可是我不理 我刁蛮任性的性格 害死自己 那个男生 开始约会我 我迷在情中 对方是个富家子 常带我出去游玩 又送我许多名贵小礼 慢慢我也不念经了 师父每次说女孩子 要爱惜自己身体 拿别人的东西 终将要付出代价 我现在知道了 那个男生 开始和我 进一步发展关系 我傻 全部奉献 可是 他只是玩玩而已 我过后怀孕 和他讲明情况 他却要我去打胎 我哭泣 他无动于衷 最终我还是去把孩子打掉 不久 我们关系生变 他和我分手 我受不了 感情折磨 忧郁症复发 整天轻声恍惚 一日 妈妈不在家外出 我从楼上跳楼轻声 死后 阎望告诉我 妈妈因为我的事 大受刺激 开始不相信佛法 质疑心灵法门 退转不休 然后在外面造口 也没有人超度我 我害死自己 害死我妈妈 我的错 如果我不任性 就不会这个样子 请你们一定要相信 地狱真实不虚 我死后再打胎地狱 和寒冰地狱受苦 我没有告诉妈妈 我还没学佛前 和很多个男子 乱发生关系 我已经许愿不协影 可是违愿了 我和XXX有了实质性接触 还怀孕打胎 XX式的人 知道我的事情 请你们阳世的人 一定要相信 地狱苦啊 地藏王菩萨 慈悲慈悲弟子 让我的分享 可以转发阳世 警告后世之人 不要邪淫 地狱真的存在的 醉灵哭泣声 大阎王爷 点开荧幕 醉灵身上有几个英灵 和一个动物灵体附身 让他精神恍惚忧郁 本来许愿小房子数量后 大动物灵体 离开他身上 在地服等候超度 向阎王申请投人道 可是醉灵 退转停止超度 他又回阳间 开始报复罪灵 临死前 灵体附身 让他产生幻觉 跳楼轻生 怨恨地抱得灵体 在罪灵死后 回来地府找阎王 等候阎王处置 大阎王爷 许愿戒处 邪淫又违愿 还打胎害命 本王不得已只能 让冤亲债主返阳间 现在你继续入地狱受成绩 等观世音菩萨 圣旨到达地府再调你灵体出来 告知杨氏众生寒冰 及铁山地狱果报 让杨氏年轻男女警惕 淫乱是要下地狱的 说完 弟子得大阎王爷指示 魂体返回杨氏 梦醒 凌晨四十多 感恩师父 弟子 2018年12月14日 答 我和你们讲了 都是真的 不要开玩笑 很多人真的很可怜 随缘吧 大家听了 就好好改 不要到死了 下去了才这样 卢台长开始解答来信疑惑 274 2018年12月22日